真的 我跟你講 我曾經就問過我爸嘛 你也知道 是 我就想要去 妳爸也超兇 妳媽超兇耶 我爸很傳統 他也是不淹 然後到現在因為教進去 而且妳爸回家還會繞圓場 對啊 走一去繞回家 我跟妳說 我在家裡面 才退 我一進門 都看我爸媽都在倒立的 我們家真的是沒有在正常的 在做體能運動 都是斑啊 倒立的 我就跟我爸講說 爸爸 我要去刺青 然後我爸就說 你要刺青 等一下 哪裡來 真的 然後我爸就說 不能刺 然後我就說 好啊 反正就急事寧人 反正先讓爸爸生氣也算了 結果有一天我又想到 我可以去打旗環 結果我就跟我爸講說 爸爸 我想要去打旗環 然後我爸說 你打哪裡 我用哪裡把你掛起來 那好特別喔 你的姿勢好特別喔 也這樣子 很痛耶 也就是 玄關 我以後就會住在玄關 又是用這樣的方式在玄關 那時候幾歲 那時候大概17 也是17歲 17歲 我也是想送給自己一個 18歲的禮物 然後我就問我爸 我就說 那我問你 如果我刺青跟打旗環呢 然後我爸說 打旗環 然後我就說 好 所以我昨天就去打旗環了 交換條件 所以要用智慧 就是你要 你不要往十里打 所以要打旗環 對 你要給爸爸挑選 真的 不然我教你一招 你可以先用紋身貼紙 你先紋身貼紙貼紙貼起來 然後回家的時候都不要講 不經意的讓老師看一下 然後老師就會說 你那個是 你就說刺青 怎麼了嗎 然後看他反應 如果他反應過了 就OK了 我跟我媽就用這招 我會不會是因為這個主題 就失去了藍波老師這位好朋友 好朋友 好朋友